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为我们大家做这一方面的分享 我们现在有请叶先生 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好 现在跟各位介绍 不一样 五谷粉 这个五谷粉 是进贡我们新加坡 农粮级的认证 是本地的一个产品 并推荐为健康食品 那么五谷杂粮 一共有47种类 我们皇帝内经 有记载 五谷食为仪 无斗 这不良 所以自古以来 五谷杂粮 就是人类的主食 那么中医理论 也有讲过 五谷杂粮 就是既有 天地之夜精华 所以 他说 五谷敬畏之气 我们 假如常常吃的话 我们身体内 就会产生 胃气 这个胃气 能够 保护我们 一旁 外来的 六谷清竹 六谷就是 风 寒 鼠 湿 稻 汁 那么 我们吃的 这些 就是 让我们 能够 一生 健康 所以 我们 吃产品必须要选择 那么 我们这个五谷粉 就是 原汁原味 没有任何 添加 因此 很多 吃了以后 他说 没有味道 其实 我们就是 要给大家 吃的健康 因此 不添加 任何 东西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意 你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 添加蒸汽 现在 我来给大家 做一个示范 我可以 喜欢 以上 这些东西 我平时 添加的 大概 两汤匙 是我们 需要的一个分量 大约是50克 好 先 把粉放在杯里面 然后 这个温水 不要放太多 然后 慢慢调糊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热水 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 还把粉 放在杯里面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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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蓋大約五分鐘 它開始它的粉就會化 所以喝起來比較爽口 這個已經是五分鐘過氣了 所以它裡面開始有化 所以喝起來我們比較有苦感 那麼我們平時喜歡添加不一樣的 這個是枸杞籽 這個就是我們市場買的那些麥片 這個是葡萄乾還有這個腰豆 南梅杏仁還有很多 有時候我會加一些水果 甚至我很喜歡喝這個麥露 我也可以添加 接下來我要為大家介紹 不一樣五穀粉裡面的成分 五穀雜糧一共有四十七種種類 不一樣五穀粉裡面佔了其中十二種 一下小米、玉米、黑米、燥米、芡石、還有蓮子、蕎麥、小麥、燕麥、還有玉米、�芝麻 那麼我們在中醫理論特別強調 就是這些五穀雜糧 就是既有天地日夜精華 那麼我們人常常吃的話 身體裡面會產生一種胃氣 這個胃氣可以抵抗外來的六血 六血就是風、寒、暑、暑、濕、燒、日 所以我們經常吃的話 我們一生健康 還有皇帝內經講 五穀食為宜 無豆這不良 就是說五穀雜糧 一定要配黃豆、配大豆 因為大豆裡面就是最優良的蛋白質 是我們所需要的 尤其是我們素食者 必須攝取這個優良的植物的蛋白 所以以上我們皇帝內經介紹 這些都是我們人類為了健康 難以老造 不管任何年齡層 每天早上剛才泡給大家看的 就是五十克 所以可以保持我們整天的 心力充沛、精神意義 健康、年輕 嬰兒斷奶後 也可以代替為奶粉 讓他們一生帶來健康 希望我們各位 在我們的Facebook裡面的留言 給我們一個點贊 所以祝大家健康、幸福、快樂 謝謝